在香港看聖誕燈飾就看得多了 多倫多就一般般 不過原來是我的大錯不錯 今天帶大家來看這個Illumi展覽 即是可以用木不霞級來形容 可以想像得到它是用多少 金錢、人力、物力來堆砌出來的 裡面真是包你有驚喜 不准 帶大家去遊一圈 這個位於墨西沙加市的戶外燈光展 規模之大真是嚇死你 如果要仔細看 走完全程需要接近2小時 現場所用的燈泡是數以千萬計 加上最高科的投影技術 配合音響效果 打造出由於仙景的場景 真是容易令人沉醉在 璀璨斑爛的光影之中 這裡有20個不同主題的展區 展示不同的風情 讓我草報紙帶大家穿越每一個區域 雖然距離聖誕節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這個燈光展 就用了聖誕節 來做第一個展區的主題 巨型的聖誕樹有47米高 而走入樹底看上去 更加是另有一番體會 接下來是一個很適合情侶走過 充滿著浪漫情懷的一條粉紅色隧道 看到很多人都很甜蜜地在打卡 繼續有些聖誕氣氛的燈飾 以及以荷里活運到明星做主題的展覽 進來展區 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你看還要人山人海 今天是平日的夜晚 九點鐘 你看真的充滿著人 來到這裡有很多個不同的展區 而這個我覺得挺特別的 就是它搜羅了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地標 就砌了一些燈飾出來 大家可以看看 當然有我們多倫多的地標 CN Tower就在那裡 大家又不知道認不認得呢 萬聖誕算是比較近的一個節日 這個南瓜區就充滿秋日的氣息 這裡的製作真是挺認真 你看連椅子都會發光 讓我坐下 先放鬆一下 過了秋天的Halloween 很快就來到冬天 你看 我們鏡頭一轉 就來到冷冰冰的一個冬天 好像雪地一樣的展館 經過了寒冰的冬天 來到好有貴族氣息 令人陶醉的歐洲風情區 來到動物王國這個環節 動物數目之多 可以匪美多倫多動物園 而且每一隻都會發光 最重要是可以讓你騎上去拍照 有小尺寸給小朋友 也有大尺寸給大朋友 拍照留念 緊接著動物王國 有個兒童天地 糖果、蛋糕 都是令小朋友很興奮 這個南北極區 有圓頂的冰屋 也可以和企我 北極熊和鯨魚 say hello 來到這個具有神話色彩的中國展區 巨龍、寶塔、金魚、熊貓 真是感受到濃濃的中國風 最後就是這個記憂雅 又充滿威嚴的馬匹區 這裡有200隻閃閃發光的馬 如果你都想親身來享受一下 這個Illumi燈光展 可以上網預先訂票 這個show一直到1月